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天一早,徐舵主和杨锦等人就来了,还送了一份大礼,徐舵主找了两个弟子抬了个滑杆,李大小姐连路都不用走,还如愿以偿地吃上了桃,也不知神通广大的徐舵主是从哪弄来的。 周斐没看见李延的时候,十分担惊受怕,可是这会儿一见他,却又青筋暴跳,特别是此人纵身从滑杆上跳下来,一手黏乎乎的桃枝就要往他身上扑的时候。 阿斐! 你给我站哪儿? 李延才不听他那套,纸娃乱叫地奔跑过来,桃盒一丢,活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阿飞,你都不知道我这一路上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徐舵主背好的一肚子话,都被这生死离别的场面堵回去了。 无处处和不少与一般的姑娘纷纷好奇地探出头来打量他。 李延见到这一院子的岔子烟红,终于想起来要脸了,他脚步顿了一下,转了话题。 怎么这么多人? 对了,我哥呢? 周斐的目光越过李延,落在杨锦身上,冷冷地说道。 被人拐走当姑爷去了,躲开,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账。 杨锦站在十步之外,整个人就像一把锋利的长刀, 战意十足地盯着他。 李延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见了杨锦,心头就恨,一起涌上心头,对周斐道。 就是那个黑炭,最可恶了,黑炭头我告诉你,现在求要道歉还来得及。 杨锦刀背上的几个环轻轻地移动,哗了一声清响,厌鸣似的。 李延输得闭了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总算后知后觉地察觉到了周斐和杨锦之间的不妥之处。 谢云脸上挂着两个黑眼圈,疲惫地捏了一下鼻梁,对李延叹道。 啊,姑娘啊,你就别添乱了。 周斐回头,冲霓裳夫人道。 晚辈想跟夫人借把刀? 此言一出,杨锦的脸色越发黑了。 江湖上淡分有头有脸的人,手中冰刃未见得比人名其小。 他绝不相信周斐连把像一样的刀都没有,这绝对是当面的侮辱。 霓裳夫人也是一愣,没料到周斐这个背地里虚怀弱骨的好孩子,居然这么扫情圆钩的面子。 他想了想,吩咐旁边一个女孩道。 去将我那把望春山拿来。 那女孩十分灵力,赢了一声,一路小跑打了个来回,捧出一把长刀来。 霓裳夫人接过来,轻抚刀身,尖尖的手指一推,枪一声轻响,这风尘的戾气发出一声叹息,露出真容来。 长长的刀刃上流光一纵而逝,仿佛只亮了个像,便消失在刀身里。 刀身处有一名字,是个山。 那会儿南北还没有分开,有一年特别冷。 霓裳夫人道。 几十年不刮北风的地方居然下起雪来,横山脚下的路被大雪封上,走不得了。 山音处有一家落脚的小客栈,我记得名叫三春客栈,这么多年大概已经不在了。 我,李征,还有几个朋友,一起被困在了那里,运气实在不算好。 谁知在那家倒霉的客栈里,偶遇了传说中的山川剑。 殷大侠和李大哥一见如故,在三春客栈里喝了三天的酒。 等大雪出情,便一道约在了横山的一处空地,酣畅淋漓地鄙视了一场。 结果刀剑齐断,他们两人大笑,好像遇上了什么高兴的事。 我当时却还小,不懂什么叫做棋逢对手,只觉得可惜。 放下大话,说要替他们寻最好的材料,再打一副神兵利剑出来。 霓裳夫人,浓密纤长的眼睫毛微微闪了一下,敏嘴一笑道。 后来我果然找到人打了一刀一剑,刀名为山,剑名为雪。 只可惜,这一对刀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送出去。 乱世变质,谁也顾不上谁了。 他说完,将这把望春山递到周匪面前,口中道。 你来了也好,用完带走吧,不必还来,就当是我见了顾人约。 周匪道生气,接过来的时候,却觉得霓裳夫人的手指紧了紧,仿佛不舍得给出去似的。 然而,片刻后,他终于还是留恋地松了手,神色有些萧条,女妖一般,好似颜色涌住的脸上,陡然染上了些许风霜之色。 谢允在旁边低声道,阿飞。 周匪瞥了他一眼,看见他隐隐地阻拦之色,便飞快地移开视线。 上前两步,走到杨锦面前,倒提长刀,对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谢允无声地叹了口气,想起那天晚上的话。 躲过了这一场,然后我继续顶着南刀的名头招摇撞骗,等着张锦,王锦,赵锦,挨个找我鄙视吗? 周匪摇摇头。 没这个道理,就算我偷鸡取巧也赢不了,那也是堂堂正正的技不如人,比藏头露尾强。 杨锦大喝一声,率先出手。 他这是将自己放在了挑战者的位置上,态度可谓十分精神。 手中断念刀背上的惊环响成了一片,不知道是不是被周匪连自己的刀都拿不出来的态度刺激。 他出手竟比谢允描述得还要快。 周匪却并没有用破血刀,他头部便踏上了浮游阵,将手中望春山荡成了他在洗磨江上拿的柳条。 几乎不施力地,沾着扬紧的刀锋划了出去。 霓裳夫人陡然站直了。 奇门,怎么会是奇门? 仅仅是一瞬间,霓裳夫人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她本能地想去看谢雨一眼。 不过霓裳夫人毕竟是个老江湖,飞快地权衡过后,她生生将自己僵硬的脖子凝固在了原地。 憋毁了自己一切不自然的表情,心里却不免有些七上八下。 不知道这个来历沉迷的千岁幽是不是从她方才一生脱口而出的惊呼里听出了什么。 即便对于一般来说,千岁幽这个人也是隐藏在重重迷雾后面的。 一个简简单单的文弱书生,能在当今这个云雀波鬼,四处暗藏危机的江湖中有惊无险地蹚出一条悠闲自责的路来。 霓裳夫人虽然看过无数画本,唱过无数传奇,却早已经过了相信这些鬼话的年纪了。 谢雨却好似全然没有在意她的异样,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杨景和周斐的你来我往。 周斐显然再次超出了她的预期,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封到能在洗磨浆里一泡三年的。 从杨锦的第一刀开始,周斐就没还过手,谢云给出的分析相当无数。 他们两人的功夫,有再高深的刀法也无法弥补差距。 一旦周斐还手,这种差距立刻就会显现出来,比较弱的一方就会完全丧失自己的节奏,一直被人压着打。 因此她并不还手,只是闪避,偶尔非常巧妙地从对手那里借一点力,不走远,不靠近,始终保持着一点仿佛在刀尖上行走的狭义从容。 不知道这样躲来躲去有多吃力,反正外人看来,她显得十分游刃有余。 杨锦不是郑罗生花掌柜那种那家高手,在她不可能一掌掀翻周斐的情况下,她的刀再快,快不过洗磨浆的细刃,力气再大,大不过能牵动千斤巨石的牵击。 更何况,周斐现在还有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浮游镇助阵,要不是谢允不是第一天认识周斐,几乎也要怀疑起这姑娘是不是真的深藏不漏。 乍一看,眼下这种情况根本不是周斐无计可施,倒像是她比杨锦高明了不知多少, 只为了看一看所谓断咽十三刀的深浅而刻意拖延而已,可是旁人或许还在惊叹着女孩身发从容,谢允作为众人里唯一知道轻重深浅的一个,心不由自主地提了起来。 穿花绕树的蝴蝶都得落在花界,周斐又不是陀螺,她不可能永远不知疲倦的团团转下去啊,除非…… 谢允的目光渐渐落到杨锦身上。 莫非她自己露出破绽? 不错,杨锦性情暴躁冲动又是个武痴,从某个方面来看,她跟纪云辰有点像,确实很可能一时激愤失了水准,莫非周斐一开始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哎呀,那这小丫头下山一趟,可真没少长心眼啊。 不过在谢允看来,即使杨锦被她遛得怒发冲关,真的自己露出破绽,周斐能抓住机会一举致敌的可能性, 也不是很大,她相信她那双遍越江湖民宿的眼睛能一眼洞穿对手的弱点,可她的伸手不见得能跟得上这份眼力。